GO! 哇嗚 好多蛀蟲小杜魚 真噁心離開我 不要靠近我 哈羅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持有惡魔蛋糕的好狗狗 問王 今天我們繼續要進行我們的 目光追劳 好的 那在上一集呢 我們終於成功的 征服了我們的暗黑高塔 對 這是我們 打了一個最久急速的副本 真的花了我好多好多的時間 那我們就先把我們獲得的這些 呃 惡魔蛋糕實驗品 115號 分送給我們的 所有夥伴們吧 來 小雞雞 給你吃一塊蛋糕 來 然後你也有一顆蛋糕吃喔 好吃 雖然說我不知道你們會不會吃肉啊 但是不要客氣哈 啊 之前我這個生日周周上的蛋糕少了一塊了 來 我再來放一塊惡魔蛋糕 喔不對 我放到這邊來了 我要肚子餓一下才可以吃這一塊蛋糕 來 我 喔喔喔喔 來 我再放一些這個蛋糕哈 放成這個形狀看起來真好吃 來 然後羊妹妹 雖然我知道你是草食性的動物 但是我也來送你吃一塊蛋糕哈 來 我這樣跳進來 來 大家開Party啦 好多蛋糕可以吃哈 來 給你邊放好多好多的 然後這樣一個缺角的蛋糕 看起來真好吃 沒有錯 好啦 蛋糕分享的差不多了 接下來我們再來看一下 我們家附近有什麼變化哈 之前我們去的那個暗黑刀卡 有很多很多的紅石機關嘛 像這個重現方塊啊 我就把它拿來填補洞穴 這樣子我們就不會 那個走一走路不小心掉下去 並且我們想要去洞穴的時候 我們又可以順便打開門 來當一個 很方便很方便的 那個機關門的用途 並且呢 這個機關門 我還做了一點特別的巧思設計 跟我們來到我們的 這個巨大神木這邊來看看哈 到了我們巨大神木的底下 會看到我這邊 又做了一個重現方塊 但是我們這個 不是要用手去碰它的囉 它這其實是一個 處形台 沒有錯 我們這邊有一個偵測器 偵測器前面我放了一個線 大家可能看不太清楚 我就跟各位說 這邊就是有一個線喔 我們現在只要踩到這個線上面去 我們就會觸發整套機關 它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蹦蹦蹦蹦蹦跳下去 然後呢 再掉下一層 再掉下一層 接下來呢 我們就會掉到 螞蟻王國的國會大廳去 然後它就會把這收回來 那為什麼我說這是處形台呢 因為阿 如果你今天跟這個螞蟻王國的 螞蟻們不是好朋友的話 他們會無差別的攻擊任何生物 好的 那我們就先回到 我們的那個 就是 研究室來看一下 其他暗黑高塔的紅石方塊吧 好的 接下來來玩一些什麼呢 剛剛介紹的重現方塊 我們現在來玩一下千身鐵建造器 好了 再拿一個十字的壓力板來玩玩看哈 那汪汪已經在這附近 放了一些千身鐵建造器了 就像這邊這個柱柱 我們現在可以用千身鐵建造器 來建造一個類似橋樑的東西 就我們踩在上面 然後我們只要方向一直看著 同一個方向的話 它就會建造出橋樑來 那我們就可以這樣子 非常順利的來到我們Veltola的旁邊 然後呢 只要我們離開 讓它那個紅石沒有繼續激活的話 這個橋就會不見 那還有通往洋那邊的 跟通往那個飛機場那邊的 而且呢 它還可以做這種建設啊 就是我先讓它一直推推推推推 好之後呢 我們稍微等它一下下 好好好 它會有一個極限哈 它的極限就在這裡 然後這時候 我們走出去 我們可以再放一個千身鐵建造器 在這邊 不慌不忙的 再進行另外一些道路的建設 就大概是這個樣子 然後頭彎彎的話 它就會再往其他的地方走 並且呢 這個千身鐵建造器啊 它是非常非常硬 完全打不掉的 算說過了十秒鐘之後 它就會自己消失不見 那我們就可以利用這個特性 在這邊放四個千身鐵建造器 中間放一個十字壓力板 偷偷往上看 然後它就會 它就會 哎呀 它就會製造出一堵高牆 然後這是一個 敵人完全無法破壞的高牆 那個 就比如說你被 屍草圍困的時候 就可以跳到這裡面 它可以讓你安全的躲過十秒鐘 然後十秒鐘你就會被 殭屍給幹掉了 除非你跟童人一樣會心爆氣流戰 急了十秒鐘之後出去把門大殺一波 但是這在minecraft裡面 是不可能發生的事情 那接下來呢 我們再來看一下這個千身鐵結晶啊 那這個千身鐵結晶其實是可以拿來製作的 我們要用這個鑄蟲精華跟紅石 來製作這個千身鐵結晶啊 那這個千身鐵結晶呢 它可以製作這些東西 就是我們消失方塊 跟那個 這是我們之前 核爆的那個裝飾 我再也不會做它 我絕對不會做它 我超級沒有用 還有這個 就剛剛的千身鐵結晶劑 跟這個千身鐵結晶劑 我們來做一下這個千身鐵結晶劑試試看 看它有沒有什麼特殊的功能 我們就製作它來看一下 它會不會造成什麼傷害呢 呃 看起來好像是沒有傷害呢 那它可以當 呃 紅石磚運用嗎 好像也不行 但是 它敲起來 非常的迅速欸 它可以當一個很好的劍材方塊 那 說完了這個千身鐵結晶之後 它前面會有一個蛛蟲精華呢 這個蛛蟲精華到底要怎麼獲得呢 汪汪等一下再來跟各位說 我們先來講一下上一集 我們沒有成功激活的這個玩意 就是我們的 幽靈陷阱 它到底要怎麼觸發呢 我們就再跑一趟暗黑高塔去吧 好的 我們現在回到了 我們這個暗黑高塔的小幽靈生怪房這邊啦 那這個 幽靈陷阱它是這麼用的 首先你要先 找到它的位置 那你要想辦法 就是現在這個小幽靈 看到這個幽靈陷阱在這邊的時候呢 它就會散落一種紅色的栗子效果在這邊 如果這個時候你把我們的小幽靈殺掉的話 像這個樣子 它就會 喔 好痛喔 呃 呃 不好意思喔 我剛剛表演拿了那個 終界之弓 它就會開始有這個噔噔噔噔噔的聲音 但是呢 現在這個時候 它 還 無法啟動 它就會這個樣子 那接下來我們再殺掉一隻小幽靈看看 它就會 嘿呀 它就會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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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這個時候呢 它吸收的能量 還不夠 我們還要等待更多的小幽靈出來 那我再來殺一隻 我 掉 好 那他就會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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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呈噔噔噔噔的時候呢 我們只要激活它 它就會開啟 它的那個 吸魂大法把那个目光埃魂吸過來 就像這個樣子 B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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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周圍的这些 那個幽靈系的生物啊 就會被吸到箱子裡面 並且遭受到傷害 那他的用法就是這個樣子 那接下來 剛剛有說一個蛀蟲精華嘛 大家在這個塔上看到這種 蛀蟲塔木的時候 你敲它一下它就會變成這一個蛀蟲 然後打死它 就會有我們的蛀蟲精華了一喔 那就可以拿來製作我們的千身鐵錠 好的各位我們也有回到我們的小天地來了 並且汪汪剛剛又多了一個新的發現 就是我們這個蛀蟲塔木 它是可以用我們的絲綢之鎬開採的 那這蛀蟲塔木它其實就是有點像 木頭版的鍍魚啊 它就 欸正常來說 我們那些鍍魚磚是不能用絲綢之鎬開採的 但是蛀蟲塔木可以耶 所以我就挖了一組多的這一個東西 然後我們把它堆在這邊 然後再用連鎖挖礦挖下去的 WOW 那應該會變成一個很可怕的畫面吧 就有點密集恐懼症 大家準備好了嗎 我們要開始囉 1 2 3 GO WOW 好多蛀蟲小鍍魚真噁心 離開我不要靠近我 WOW 它居然有我們這邊爬來爬去耶 WOW 好多經驗值 好多蛀蟲精華 來通通過來吧 讓我收集好多好多的蛀蟲精華 我就可以做好多好多你們的機關了 哎呀好痛哎呀好痛啊 噢天啊這個畫面真的有夠噁心的 我先把它們通通的清乾淨哈 好的 蛀蟲結束 我們獲得了 將近四組的蛀蟲精華 對我以後再也不要做這個事情了 真的好噁心喔 毛骨悚然 但是呢如果你跟 就是你有在跟朋友一起玩 木光森林模組的伺服器的話 你不妨可以挖一大堆的蛀蟲塔木 然後塞到他家 一次解放一下 那應該會是一個非常好玩的 惡神節目 那目前為止的話 暗黑高塔的機關我們都玩過了 但是 木光森林的機關我們還沒有通通玩完 我們還有這個 火焰發射口跟 冒煙方塊還沒有玩過呢 來看一下他要怎麼變成我們的紅石機關哈 我們要用這種包覆塔木來去跟他做合成啊 這個包覆塔木要怎麼做呢 我們就是要用這個塔木板來製作 那這塔木板怎麼製作呢 我們就是要用我們暗黑森林的 黑樹原木來製成 要經過三次的製作 他就可以變成我們的 他就可以變成我們的包覆塔木了唷 那接下來我們就先來把這些火焰發射口 通通都變成我們的紅石機關方塊吧 來看一下 好 我有很多很多的包覆塔木 還要很多很多的紅石 好的那冒煙機關汪汪已經做好了唷 但是我們這一個噴火的機關 他是要用三個岩漿桶來製作的 所以我們現在暫時還做不到他 我沒那麼多的岩漿 等一下就可以順便去地獄一趟 那我們就先玩我們的冒煙機關吧 先拿個控制桿桿哈 我們來把我們的冒煙機關 放到一個適合的地方去 那我在這邊呢 就是要放在這個煙通口這邊 感覺非常的適合 來我們就放上我們的冒煙機關 為什麼是紅色的 這是顯示bug嗎 你為什麼是紅色的 算啦我們就放上我們的 控制桿放哪裡好呢 直接放在上面好了 他會 他會變得有冒煙 真酷 像這樣子我們的煙通就真的在冒煙了呢 真酷 好那接下來呢 我們再到另一邊去 再放兩個冒煙機關 好再把它們打開來 但是這個冒煙方塊感覺好像 沒有原本冒煙那麼多耶 是我的錯覺嗎 沒關係好看就好了 那我們接下來再去我們的 舊螞蟻王國的地獄門那邊 多撈一點我們的岩漿桶吧 好的十分令人懷舊的場景啊 我們先召喚出我們的冰龍小姐姐 哇冰龍在地獄欸 這個場景還真的是 有一點可怕 因為冰龍應該不耐岩漿 我記得上次 我們有讓那個火龍去泡岩漿 他是可以泡的 但是冰龍就 喔 I don't know 所以最好小心一點其他 好了到定點了 你可以下來了 謝謝你的合作 那我看一下 我的材料包裡面 應該是有很多很多的鐵桶 他們終於要派上用場了呢 來撈這些岩漿 撈起來 呃 喔 喔 喔 我身上包包空間不夠 我要先把東西通通收起來才行 呃 嗯 嗯 嗯 先先先先這樣 然後我們做一個 工作台 沒有錯 來做個 欸 欸欸欸欸欸 火焰發射口機關 那這個坐下去 鐵桶會回收 沒有問題 那我們就 又是紅色的 為什麼是紅色的 那我就這樣讓你冒火了唷 他 他 他會冒火嗎 他 喔 他會冒火 他 好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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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燙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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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燙 然後這邊我又不能用水桶把自己交一下 唉呀所以他這樣子不需要 他不需要岩漿耶 他就可以自己冒火了 Cushion喔 那如果我丟東西下去的話 他是 他是 唉我丟一個東西在上面看看 他會保存住嗎 來 看看囉 一 二 三 噴啦~~~ 好 看來這個 是不能保存住實體啦 實體都會遭受到傷害 那沒有關係 我比較好奇的是 如果我把它放在這邊的話 下面的岩漿會不會被吸收住呢 來 我們放放看哈 來 用一個 試試看 來 它下面的岩漿會被吸嗎 會吸嗎 好像 不會被吸的樣子呢 來 再試一次看看 對 它下面的岩漿沒有被吸收掉 那 汪汪就不能 我就不能 我想說如果它下面還是需要岩漿吸的話 我就可以在這個地獄裡面開 開闢到那個 那叫什麼啊 就是好像 摩西 摩西過海一樣 汪汪過岩漿海這樣的感覺 但是我們並不能那樣達成 但沒有關係 就 有玩到就好了 那我們今天把那個 暗黑高塔 還有木光森林的 紅石機關 都玩過一遍了 下一集呢 我們就來去 欸 就是我們之前在 暗黑森林旁邊 看到一個 都是紫色天空的地方吧 我們去那邊看看吧 感謝各位收看 訂閱汪汪 大讚汪汪 通報鈴鐺 監視汪汪 覺得香香 記得分享 協助汪汪 煮點母湯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